起初安松蒙特加盟《星际迷航》的消息 听起来就像是为了聚集曝光度而安排的选决策略 幸好本剧处理得当 我们的担心也都是多余的 企业号初代舰长克里斯托弗·派克正式回归 他不仅为观众们带来了《星际迷航》发现号里一整季的精彩剧情 而且也促成了这部名为《奇异新世界》的全新衍生剧 本剧第一季现已完结 我们终于可以安心宣布了 这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 下一代和《星空九号》两部经典以来 《星际迷航》世界观下最出色的一季剧集 《奇异新世界》的首季10集 并没有采用持续一整季的长线剧情 而是选择通过单元剧的形式来讲故事 我想这便是本剧大获成功的关键之一 巧妙的叙事手法再加上一群讨喜的角色 《奇异新世界》带领观众踏上了跌宕起伏的冒险旅程 一同体验情感冲击 共度欢乐时光 这一路上有笑有泪 还有传统风味的探险故事 有的时候 派克 斯波克和其他船员们会遇到奇迹 就像第二集里的那颗彗星 起初主角们只知道他将毁灭某个星球 后来才发现 原来自己注定要拯救这颗行星 也注定会把它改善成更适宜居住的地方 剧里也有不少细思极恐的设定 例如在第六集里 与企业号打交道的外星种族 为了支撑自己的世界继续运转下去 他们会拿孩子当作牺牲品 这一集里还有太平洋潜艇战风格的战斗故事 海盗题材的冒险 互换身体的喜剧桥段 一段像异形和铁血战士致敬的情节 内容可以说非常丰富 每当主角们遇上新的外星文明 或是抵达新的空间战时 本剧都会借由主角异形人的视角 表达出一些社会评述 就像那些星际迷航老作品一样 或许相位枪会偏离目标 但这些内容却从不宣兵夺主 他们只是静静藏在故事的表面之下 这一整季里 身处C位核心的人自然就是蒙特了 他饰演的派克舰长轻松自如 随遇而安 看起来像是那种会主动为你做早餐的人 和几位前辈演员们有着很大的不同 与剧中大多数主角一样 派克拥有一条贯穿整季始终的人物壶 通过预言他得知了自己会在未来的某起事故中受重伤 这件事深深地困扰着他 既然他已经知晓了自己的命运 那他是否应该着手去改变未来呢 尽管本季没有过于深究这个问题 但派克还是在这十集的过程中反复纠结着 直到我们迎来季中级的高潮 他也终于了解到偏离命运的后果 会对整个星系造成恶劣的影响 话说回来 奇异新世界的确拥有自己的长线剧情 但他并不是靠什么太空版本的麦高峰串联起来的 而是与几位主角息息相关 奇异新世界一直在向过去的星际迷航系列作品 以及其他科幻故事致敬 有时的确会用力过猛 但整体而言 本剧还是成功地在星际迷航的世界观中 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哪怕正处于观众们已熟知的一段时间线上 顺带一提 剧组给派克安排了经典款式的绿色剑长服 真是相当走心了 《星际迷航》奇异新世界的第一季 成功还原了该系列的经典风格 直到收看本剧以前 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观众 都没有意识到 我们有多么怀念这样的乐趣 它时而感人 时而惊险 时而逗乐 时而恐怖 这片最后的疆域 力求创新又不是传统 让我们结识了一群优秀的角色 也目睹了他们各自的闪光点 《星际迷航》的故事已经持续55年之久 而奇异新世界终于把整个系列圆满的连接了起来 可谓是尽善尽美 《星际迷航》的故事 《星际迷航》的故事